你还害怕经济放缓对投资的影响吗? 过去几年,我们看到了生物科技或者制药类股 常常是最能抵御经济衰退的投资标的之一 美国里来公司就是其中表现最亮眼的股票之一 其市值目前是仅次于强生的全球第二制药商 过去一年,公司的股价已经上涨53.54% 自2020年以来,里来的股价飙升了176%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里来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 以研究为基础的全球性制药公司 成立于1876年 里来致力于开发和销售创新药物 主要涉及糖尿病、肿瘤、免疫和神经四大疾病领域 2022年报显示,公司总销售收入285.41亿美元 同比增长0.79% 营收规模排名全球第12名 目前,该公司核心产品是 杜拉糖泰、节癌宁、恩格列镜和达选痣 分别对应的作用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每周期注射剂、乳腺癌药物 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的药片和治疗斑块形吟血病的抗炎药品 占去年营收的26.07%、8.7%、7.24%和8.7% 合计50.71% 从业绩来看,糖尿病是李来的王牌业务 在4月27日,李来公司也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财报 虽然收入69.6亿美元不及预期 但上调了今年的业绩预期 该公司表示,本次收入同比下降11% 主要是由于新冠病毒抗体的销售额下降了15亿美元 其他主要几款产品的收入均保持逐年上升 李来是2022年表现最好的医疗保健股之一 市值攀升了近60% 随着近期在阿尔兹海莫病 老年痴呆的最主要一种,即减重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其市值一举突破4000亿美元 登顶纯耀企市值世界第一 尽管它的营收还未挤身全球Top10梯队 但产品冲进十足 根据李来公司预计 在未来的三年和五年 公司股价可能还会上涨192%和377% 大幅跑赢标普500和同行竞争者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观看